好 接著要來看到是準總統賴清德 將在520即將就任了 今天他是召開記者會宣布首播的內閣名單 將有錢民進黨黨主席卓榮泰 他要來出任的是行政院長 那賴清德也說到了 他和卓榮泰是好戰友 過去他是立法院的同事 而在行政院的時候他擔任院長 卓榮泰當時他擔任的是秘書長 所以說兩個人 而且還是在前後任也擔任過是民進黨的主席 所以是共同的為理想來做奮戰 彼此支援 信賴 那我們看到了他針對新的內閣呢 他也有幾項要求 包括是希望能夠打造像這樣子 行動 創新的團隊 因為接下來要面對的是全球 一個全面性的競爭 也有幾項期許 包括是要重溝通 多協調 來解決民眾的迫切需求 另外還有任務啊 希望第一線面對問題要來提出一個解方 還要建立溝通平台 來聽聽就是民眾的意見 也要打造是健康台灣 就是作為總目標 至於卓榮泰呢 他隨後也宣布了 就是內閣的成員 包括是行政院的副院長 接下來會是由 這親平台的基金會董事長 鄭麗君來出任 而現任國發會的主任 龔銘鑫 將會擔任的是行政院的秘書長 他這三個人呢 主成是政院鐵三角一樣的概念 而在競選的期間啊 擔任競總發言人的陳世凱 他接下來可能要擔任的 就是行政院的發言人這個職位了 他們說到呢 每一次啊 行政院長幾乎他們會有一個概念 像是過去蘇貞昌他是勇敢向前行 那陳建仁他是溫柔堅韌 看到是卓榮泰他也點出了 現在啊民主大聯盟的精神 他們最新的新團隊中心思想 就是誠意溝通 人民有閒 好一起握握手 看一下正前方啊 前活萬喚 卓冬總統賴清德 新內閣終於先排 前民進黨主席卓榮泰 搭檔 清平台董事長 前文化部長 正立軍策 籌組行動創新內閣 卓冬佩 上場先發 在朝小野大的新政局 力求穩健執政 內閣首播人士還包括行政院秘書長 確定由國發會主委公民心出任 鋪租賴清德內閣財經背景空缺 賴清德競選期間扛起發言工作的 陳世凱出任政院發言人 擔綱政府化妝師 政院鐵三角正式拍板 賴清德也親自交付三期許三任務 針對國家社會有意 而且朝野有共識的議題 應該要優先解決 對社會國家沒有益處 又分歧的議題 應該要先擱置 積極有效地落實國家希望工程 堅定站在正確對路上 人民就會跟我們站在一起 國家前進的列車 也會勇往向前 賴清德打造AI內閣 立憑無縫接軌 在第一任期帶給國人全新氣象 記者廖凱晨晃新SNG小組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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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